当然听音乐就想要来一杯咖啡 在三重的文化北路最近就新开了一家相当特别的咖啡厅 里头没有座椅也没有服务生 想喝咖啡还得要自己泡 究竟是怎么一回事呢 我们一块来看看 想象边喝咖啡 围绕在一旁的是撒娇的小猫咪与王星人 感觉是不是非常棒呢 这家由社团法人台湾流浪动物就原协会所设立的咖啡厅 地点就位在文化北路上 里头所收养的都是原本在街头的流浪动物 我们打造的空间 你会发现到我们的空间完全都没有椅子 因为我们把它塑造成是一个家的感觉 让你来到这个我们的咖啡厅 都感觉是来到家里的感觉 就是席地而坐 那这些猫你一坐下来 他们就围过来 然后那种感觉就真的是很疗愈 而且你会放松你的心情 然后就算你今天工作一整天 不顺利 什么很忧郁 我都希望你们都可以来我们咖啡屋 来陪陪这些猫 这些猫它会给你一些不愉快的一个心理的一个 一个疗愈的一个很棒的一个方式 咖啡厅内没有服务生 因为服务生们就是这群可爱的小动物 而且来到这 若是喜欢上店内的猫犬想带回家 咖啡厅也开放民众来认养 除了你来这边喝咖啡 没有疗愈陪猫咪玩的以外呢 你还可以带朋友来这边认养猫狗 因为有很多现代家里或社区不能养猫狗的人 但他想去接触喜欢 可是没有地方去 我都欢迎你们都可以来我们这边 跟这些猫狗认识 我们的服务生就是他们啊 你觉得我们今天的服务很好 但你小费就多给一些 我们现场还会开捐款收据给你 这个就是我们的收入来源 对 所以我们就是 我都跟猫咪讲 你们要吃饭自己去赚钱 对 你看每一个要赚 喝奶奶自己去赚奶粉钱 就是这样子的 这就是我们的收入来源 另外的话就是说 我们会邀请大家就是可以做助养 一个月500块 你助养一个小朋友 然后一直到他送出去为止 那如果说送出去了 你还可以助养别的小孩 因为台湾流浪狗真的救不完 台湾的流浪猫也救不完 所以希望就是 能够更多的一些爱心人士啊 来做配合 他肚子饿了一直在那样 你看要喵喵叫 有比于政府机关 其下收养单位的环境 民间团体用更温暖的方式 来对待流浪动物 不仅让他们有个舒适的避风港 也提供了想饲养宠物的民众 一个润养的平台 记者方介凯 戴华三重采访报道